南韩女团Epping成军即将满一一年 延宕的十周年专辑也将于西洋情人节推出 队长出笼想起练习生的日子 透露曾为了省钱买一个超商便当分两天吃 现在最感幸福的事情居然是请人吃饭 他们也将举办视讯签售会 岳阳与久违的台湾粉丝面对面 2011年正式出道Epping去年迎接十周年 但因为疫情而无法多做些什么 更没办法到海外与粉丝们见面 于是决定选在11周年开始 推出纪念专辑Horn 想传达这些年在遇到有重大选择的情况下 带有团员所共同做出决定的特别意义 每次住宿舍没想到要在首尔生活 是如此困难的事情 出笼则透露一个人租房子住的时候 什么都要省 连超商便当都得分两天吃 一包补物卖片更要省吃俭用才可以 他更有感而发的强调 开始赚钱之后 能够请人吃饭让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Epping预计举办Epping Special Album Horn视讯通话签售会 即日起到2月20日23点59分 台湾时间为止 于期间内购买RICHINING贩售的专辑 即可参与视讯通话签售会的抽奖 共计有参与视讯通话签售会 以及购买一张专辑时 可以获得台湾限定闪卡 或台湾限定小卡一张 共10款随机一款随机抽出10名 可以获得独家签名拍例的一张 共10款随机一款 此外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刚以 Very Nice在YouTube点击次数突破 1亿次大关的人气男团Seventeen 附赠全新台湾限定闪卡的 Seventeen第九mini albumItaka专辑订购活动 也将于7日晚间截止 相关详情可洽RICHINING官方脸书专页